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哦 这里是贝贝 众所周知 最新一个版本更新了一个新植物 叫做骑士豌豆 众所周知 BT版里有超级多的辅助类植物 或是豌豆植物的辅助植物就有两个 豌豆豆腐 豌豆田 豌豆田可以增强豌豆植物的攻击速度 而豌豆豆腐可以增强豌豆的攻击和生命值 那么拥有这两项加强的 骑士豌豆能获得多强的提升呢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满配的骑士豌豆 能打赢质检原橄榄巨师吗 哇 拥有两项加成的骑士豌豆 打铁筒僵尸都毫不费力啊 非常轻松的就解决了 而没有加成的骑士豌豆 打起铁筒僵尸就非常的费力了 果然有速度就是不一样啊 但骑士豌豆的生性还不正如此 骑士豌豆不仅可以得到 豌豆腐出植物的强化 而且还可以得到其他辅助植物的强化 小伙伴们 你知道BT版里有多少辅助植物吗 我想一想啊 像是白公主 新出的小地牙 骑士豌和骑士豌头首减扣 并骑士豌减肃 每年印象学花圈和天使链 如果对面还有一个操杂石榴的话 也是可以得到加强的 另外还有一个蝴蝶兰 我摆不下了 没错 没想到BT版里居然有这么多辅助植物啊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植物全都拿来辅助 骑士豌豆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这次我们先不把豌豆辅助放上去 只放普通辅助植物 赶快开始吧 感觉这个加上下的骑士豌豆 攻击速度已经可以替满鸡枪豌豆了呀 好厉害啊 天呐这么厉害的植物 谁能打得过呀 好复杂呀 三个向日会公主 然后用敌方全息花圈保护敌方操杂石榴 最后排叠加了黑暗西瓜 冰西瓜和小地羊 侧面还有蝴蝶兰和美人鹰 骑士豌豆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鲜血花圈和天使链 提供超强攻速并且恢复生命值 其中这么多的资源 只为了强化一个骑士向日会 感觉就算是炸炸萝卜种在上面都会变得非常厉害的 天呐这个植物也太腻腔了吧 就连赤卷员橄榄巨尸都无法伤害它一丝一毫 就连这一刻起堡垒机器人都只攻击了两架 最后骑士豌豆是被鲜血花圈骨刀了 还不是被僵尸干掉 那么完全凡配的骑士豌豆会有多离谱呢 我现在把豌豆江户和豌豆甲也安排上 天呐 这个骑士豌豆一秒能赶十刀啊 虽然这两人也没能撑过一秒钟 我感觉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成神了 世上再无解的组合诞生了 能远攻也能进战 就连引物防助战的黑暗骑士也没能打印骑士豌豆 已经无敌了呀 等等等等 你们觉得这个组合像的骑士豌豆比赛吗 欢迎订阅区留言 下期再见 拜拜